我们非常开心来到了小猪蒸馏厂 而且邀请到了我们小猪蒸馏厂的社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相信台湾观众对于小猪蒸馏所 一定非常非常的好奇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想要问问我们的社长 就是小猪蒸馏所 它是一个非常新的酒厂 而且2023年才开始有新酒出来 面对着苏格兰威士忌 它开始有大概四五十间蒸馏厂成立 日本威士忌 我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也有七十几间的注册 爱尔兰有四十几间 这样的一个全球威士忌历当中 小猪蒸馏所它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OK 谢谢各位 小猪蒸馏所是在今年生产新年 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准备了三年 但是呢 我这个设想是在15年前已经开始 哇 您计划很远耶 因为我在1999年从东京搬到清景哲 当时是有一家小酒厂在玉带田 叫清景哲 威士忌 当时我是经常周末去那边吃饭喝点酒 但是呢 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酒厂就关掉了 所以呢 我在想有一天我是想自己来做一个酒厂 所以你当年的那个梦想跟蓝图 你在2008年就在你的脑袋当中去盘选 是的 但是呢 具体的计划是在七年前 当时是在美国的花旗银行工作了25年以后 所以那是2016年的时候 是的 在清景哲收购了一家酒店 然后呢就开始准备开酒店 所以我的公司是注册在清景哲 我们最后找了十几个地方 最终是小猪市镇 向我们提供了现在这个酒厂的地址 风水非常好 在山边然后有河流 冬天的时候会下雪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 它气温也不会太很高 所以是非常适合橡木桶熟成的环境 另外日本威士忌现在在国际上 demand是非常大 对 没错 所以呢 我们跟其他酒厂的区别在哪 首先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团队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张玉兰从台湾 eddy从苏格兰过来 对 还有我在日本 我们是在日本威士忌新的这个酒厂当中 最拥有国际化的团队 这是我们跟其他酒厂最大的区别 所以这是你们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也是第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我们的团队的经验加起来 我们有超过50年生产威士忌的经验 和50年做国际business经验 跟其他的酒厂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区别 对 没错 毕竟威士忌必须要推广出去 要让所有的消费者知道跟饮用 第三个优势是我们的生产设备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产设备是最新的 是全部从苏格兰用来做 这是一个第二个 当然我们有一人是一个国际大师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产设备 和我们的分析设备 也是其他老酒厂没有的 对 在你们的官网上面 除了香气的设备以外 你们还有做这个威士忌的教育训练 这是非常男人可贵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酒厂里面其实就是看酒厂 然后逛酒厂 然后买东西 可是你却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就是教育训练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生产最优质的新酒 第二个就是提供最好的体验 这个体验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所有的房间的角度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酒厂 任何一个角度 你都可以看到蒸馏器的画面 没有想过 原来你有这样的巧思 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规模 因为很多的酒厂 新的酒厂 他们的规模都比较小 所以就是说第一家新的酒厂 可以做这么大 他们都觉得很紧 包括日本的业绩 我跟这个日本威士忌接触了以后 因为日本威士忌基本上它就是不让我拍 所以你们能够把它做得这么的完整 甚至我觉得透明 非常非常重要 也让我们非常惊讶 惊讶到我们必须得从台湾飞过来 亲烟帅舰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收成仓库 是在这个山坡上 而且是在森林里面 我们的收成仓库地板全部是土地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吸到地气 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的风格 像一个那个飞机棚 所以就是说里面没有柱子 可以放很多的桶 所以这个是跟其他不同 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吧的餐厅 提供的menu 是以我们这个新酒和我们的这个食材 我们所用的是当地和牛的barger 还有一些长野县客厂的水果 来做出来的这种调和的酒 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小猪蒸馏所 它是融合了所有现代化的一些设备 还有现代化的一些观念 然后让消费者以最现代化的一些想法 然后来接触 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想问 小猪威士忌它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只做单一麦芽 第二个 宴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酒职是从住人的一个方向 对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地点 离我们的水源只有800米 全部是雪融化的地下水 是非常适合做威士忌 你是会把这个single mode定位 会不会定待是比较高端呢 或是还是一般消费者 比较容易接触到你的威士忌 你讲的很对 我们是定位精品威士忌 因为我们的产量不多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如何去做精品威士忌 我们跟其他区别就是 我们会用很多的sherry 和其他的精品的桶子 包括日本的 水油 这个我们是日本水油桶 一个主要的买家 所以将来我们出的水油桶 数量也会更多这样 所以其实社长是扎重本 为了要做到这个精品 你就必须从项目桌手 非常能够理解 下一个问题 2026年 久出来了 你准备是不是要出口了 台湾会不会是你 第一个出口的国家 如果是的话 麻烦你第一瓶先给我好不好 先卖给我 没问题 没问题讲到 现在有录影哦 没问题我要第一瓶哦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品牌 所以呢 我们是希望有一半是用来出口的 主要供三大市场 第一是以亚太地区 包括日本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中国大陆 第二是欧洲地区 欧盟地 第三是北美 是 这三大地区是我们主攻的地区 我紧接着这个问题 是台湾观众非常想要问的 您在发行威士忌的时候 你会分日本限定版 跟出口版吗 我们会分 不同地区的版本 日本版本 台湾版本 亚太版本 欧洲版本 和北美版本 甚至 你会不会出酒厂限定版本 一定会 太棒了 那我们为了是最后一个问题 毕竟社长你现在已经是在日本威士忌成为议员了 你开始有肩负日本威士忌未来的责任 美国他们有单一麦威士忌协会 在苏格兰他们有SWA协会 但据我所知 在去年的时候日本有日本养酒造协会 专门在推广单一麦威士忌跟威士忌分级制度把它制度化 您身为日本威士忌的一议员 您认为这样的分级制度是对还是不对 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这样子对消费者是一个负责的透明的 最后还是对日本威士忌整个的产业是有发展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小猪不做调和威士忌 就是因为必能消费者的混淆 所以我们只做单一麦SINGLEMORE 全部是在这里生产 我们不会做调和威士忌 原来你心里内心想的是 如果你今天做了调和 可能消费者会去混淆 说你可能装苏格兰的酒啊 但是你今天做的是SINGLEMORE 百分之百我一定是从小猪蒸馏厂出来的 好那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我们这个社长来蒂领我们节目 而且告诉我们现在目前小猪 小猪蒸馏厂所对于现在 而且以及对于未来 他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期望是什么 我们可以感受到小猪蒸馏厂所的社长 他是非常有热情 然后呢他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做蒸馏厂 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出蓝图 而且他把它实现了 他是一个行动派 而且一定做得到 我希望各位台湾观众朋友 如果看到我们这集影片的话 我要不要吝啬来到小猪蒸馏厂所 给他支持给他鼓励 那我们就感谢我们的社长 谢谢我们社长的莉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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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在上一集 一定有看到我们小猪蒸馏所 一路的制成 从糖化 发酵蒸馏 以及橡木桶 由我们的伊恩 一一的为我们介绍 各位 够近吗 是不是不够近 所以我们特别 在这个时段当中 把伊恩抓过来 用力的拷问他 毕竟他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您来到日本多久了 大家好 我叫伊恩 台湾之光不敢当 反正就是在维斯基业界一部分这样 一个小指头 如果您是小指头的话 那我就是鼻屎了我 话说回来您来到日本多久 大概一年又四个月 但是一年又四个月是你疫情之后 来到这边开始去做蒸馏 但是事实上你在这个酒厂不止一年四个月 我加入社长KDI这边 大概是2020年7月 刚好三年 那你之前呢就是 你是师承 比如说像叶问 他是师承 陈华顺 那你名呢 人家说有俄眉派 那是 我是天俄派 你是天俄派 哈哈哈 因为我们顾问之前的这个导师 他就叫君双 然后双意思是天俄 对对对对 所以你是师承天俄派 其实我们非常开心 就是现在今天来专访 因为酒毕竟要三年后才能够出来 但是我们是为什么现在要来问我们的伊安呢 因为毕竟刚蒸馏出来的NewMAC是非常重要 包括他的蒸馏器 包括他的橡木桶 还要包括水源 那伊安我这边有问题想要问你 就是水在威士忌当中 是代表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 在威士忌的生产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是发酵的一个媒介跟空间 我们最后会有蒸馏 但是呢 水源的水也不能太单薄 所以我当初跟社长 就是看了这边的水源报告 那我觉得说 哇非常的棒 这根本就是梦寐以求 因为里面的这些礦物石成分 微量成分 各方面都非常的适合发酵 那今天早上Kitty跟社长有看到我们的发酵 非常的旺盛 表示这个酵母非常的健康 因为我们水源中的这些维他命 就让这个酵母可以非常健康的帮我们工作 可以很活跃的把这个葡萄糖 转换成酒精跟香气 其实问一个关键问题 因为就是在台湾的消费者 台湾应该就想要不要直接 因为刚回答的非常的专业 请问它是软水还是硬水 算是硬水 算硬水 所以它有丰富的矿物质 对 那如果刚蒸馏出来 因为你刚刚在 我们在这个上一集有提到 鹿桶的时候是62度 那中间也会就是加水 对 那这个水就是加小猪的硬水 对 这时候我们还是加硬水 到未来要装瓶的时候 那时候的气势 就变成经过RO过滤的水 我进来这个小猪室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闻到那个很清澈水源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的鼻子是敏锐的吗 非常敏锐 因为水源就在附近吗 对 因为早上带社长跟Kitty 上去我们的那个索针商库 其实旁边有一条小河流 它确实带来那种非常清新的空气 对 一股清流这样 未来小猪蒸馏所 要发行的都是单一卖威士忌 然后呢 有波本桶 雪莉桶 还有STR 但是这三个桶型 你所发行的Single Mode 酒精度数肯定不同吧 你会怎样去调配它呢 OK 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基本上 不会有圆球 基本上都是调配型的单一卖威士忌 酒精度就是介于 46到50之间 非冷凝固率 对 未添加焦糖 没错 这就是我们频道专业的地方 啊是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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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桶子呢 我们到时候就是会有一系列的 不同的配方 应用刚刚社长您说的这个 雪莉水油波本波特STR等等 一系列的同时呢 我们会做一个调配 OK 不过这都是对于未来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目前这样说 不代表你会负责任 因为可能未来蒸馏出来 它收成状况如何又会去改变 原来去做调整 这就是调酒师厉害的 调酒师不可以把威士忌锁死 因为未来收成的变化当中 它可能会 其实感觉出来原来是48度很好 它就会48度撞起 如果是55度很好 就是55度撞起 我这样帮你圆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其实确实就像你说的 对啊 没错啊 因为我们把新酒 放到夏梦桶之后 一切就交给气候 环境 跟这些自然因素 去栽培它那样 等于是你每个月都要去桶边 摄影才能知道它的状态如何 对对 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每个月桶边摄影 那我每年来桶边摄影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了 而且我50冒就好了 没问题 早上社长也答应我 说第一瓶酒要给我 然后桶边摄影你也答应我 你们这个酒厂一直在答应我很多事情 你知道我会要回来 因为我们都只是说而已 Ian果然有在看本频道节目 不管怎样最后就是节目效果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 最具现代化的这个蒸馏所 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东西 我这边看到三个很特别的杯子 他说是Ian自己设计的 那很特别是你是 全世界唯一一个熟悉挑游师 设计的杯子耶 设计比较不敢 应该是说把它做一个修改 那我当初的灵感呢 主要是来自我们这个蒸馏器 主要是开口这个部分 因为开口越小 他们越容易把这个香气 有点像喷射引擎喷出来 那如果开口大的话呢 就会比较沉稳 那所以我们当初这个开口大的 我希望说就是可以拿来 拧饮像雪莉桶类的 因为雪莉桶 它本身气味也比较稳重 坦白讲我很钟情这个杯子 因为这个杯子除了香气以外 这个喝的时候 它会满到你整个嘴巴旁边 而且是两层 酒意喝的时候 它会直接满到旁边 所以这一款是着重的 口感 如果你这一款酒的这个酒体 是扎实的 丰富的 而且你口感也有信心 还有水准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杯子 没错 这个是有点灯泡杯的设计 其实这个形状 业界之前有看过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把它 有点拉长一点 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要有空间 可以让它 在摇杯的时候的话 可以让它接触空气面更多 所以它会让它香气 慢慢慢慢去层次堆点出来 没错 这边呢再一次就是让香气 可以直接这样子 噴出来 第三个杯子 你这个是来骗钱的 到底跟白蓝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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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被男生呼零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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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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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Southkov 完全不一樣 彷彿變了一款威士忌的感覺 各位觀眾現在進入工商時間 現在三個杯子一套 38000塊日幣 而且只有在小豬蒸餾所才賣的到 但有沒有親筆簽名 有 每一個杯子下面這邊都有簽名 很會賣喔 送禮自用兩箱 那我就問一個關鍵的問題 膽敢賣38000塊日幣 那它應該就是無鉛玻璃了嗎 無鉛玻璃 無鉛玻璃 薄度 非常的薄 通常要能夠做到這種薄度 需要技術 因為你還要耐用 所以其實有賣點 這個台灣的觀眾朋友 下次來到輕影哲車站 然後換個車來到這個小豬車站 然後搭接駁車 來到了小豬蒸餾所 你除了可以跟E-M合照 然後呢 你還可以買到杯子 然後你還可以嘗到它的調酒 很美味的餐點 也是這邊的服務之一喔 你杯子賣就算了 你連餐點都要削一把就對了 還有可以在這邊上課 今天E-M提供太多太多的訊息 我們明年再來這邊 好 OK 我們認為小豬這邊 我們能給的 不只是未來的威士忌而已 我們希望能給的是一種 lifestyle 所以當您一進到我們的酒廠 除了體驗做威士忌的這種氣氛以外 如何搭配威士忌跟食物 這整個就是一個lifestyle 以威士忌為中心 所延伸出來的這種生活 我在這邊最起碼 我認為我可以在那邊待一個禮拜以上 每天可以坐在外面喝個淘酒之類 很放鬆 然後每個禮拜都換不同的妹 李奧社長不要這樣 E-M表示羨慕 那我們感謝我們E-M到了 因為E-M現在準備要去蒸餾了 所以我們緊接著 就是我們下一位專訪的對象 我們的 Eddie Hello Eddie Hi how are you 現在我們要介紹這位Eddie 他是我們威士忌學院的教育顧問 現在就是請Eddie幫我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是Eddie Ludlow 我是KDI Karrizawa Distiller Inc 我現在在Komoro Distillery 幫助於建立的學校 威士忌學院的學校 在威士忌學院教育的學校 然後其實Eddie他是英國人 很帥的英國人 而且他也是我們暢銷書籍作者 Vissey & Tessin Kord的作者 當然 我從來寫這個書 我認為是在2018年 寫了一個新的書籍作者 然後 這個書籍作者是 能夠興奮、興奮、教育的 那就是我們做的 我感到很幸福 它已經很順利了 而且現在仍然很順利了 所以很棒 真的很棒耶 難怪這本書是成為暢銷的書籍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他可以簡述一下 我們威士忌學院的課程內容嗎 我們有五個課程 我們有五個課程 因為我們有很多計劃 但我們想要開始 我們就開始了 五個 讓它很容易解釋 所以我們有很多課程 我們有很多課程 所以我們第一課程 我們有的課程 真正的課程 所以它是 《Whiskey Tasting 101》 一課程 是人們 可能有一點興趣 在威士忌 但他們真的想知道 更多 在選擇的威士忌 當他們去廣場 或餐廳 或店舖 所以它是很專注的 我們在這個課程中 我們做了一點點 有一點點 但我們做了很多學習 通過感動的教育 等等 聽Eddie講完之後 都超想要報名 來上他設計過的課程 那接下來第三個想要問Eddie 就是你設計的這套課程中 你希望消費者 從課程中 可以得到些什麼呢 我認為主要主要是 開始感受到威士忌 而不是只是喝酒 只是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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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關於你的生活 和如何享受威士忌 我愛了威士忌 超過半半的我的生命 而我的目標是 人們的想要讓人們 到威士忌 所以 另一個課程中 我們有的是 《Whiskey Production 101》 所以 我剛開始開始了威士忌 我沒有想到威士忌 製作了 所以我真的需要找到 但我只能找到 我只能找到 是去兩種飲品 而經常的故事 在每種飲品 都比較不同 所以 我這個課程中 是 是 是 所以 其實透過 Eddie介紹的 威士忌的故事 就可以讓我們 更了解威士忌的 由來 然後我們還有兩種 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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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中 這些是 人們已經有 一些威士忌的 他們想要 更加 他們的 知識 在很特別的地方 首先 我們有 《The Art of Maturation》 這就是 全關於 石 全關於 威士忌的 那種影響 威士忌 我們 有很多 測試 在這裏 如果你們喜歡 喝很多 威士忌 這個 是很好的 Eddie幫我們介紹的是 除了威士忌小白 可以知道一些 知識內容之外 他第三個幫我們 帶入的課程就是 可以讓 稍微有點威士忌 知識 終極的學者 可以更了解威士忌 他一些 比如說 收成統成的 一些 知識內容 然後 我們的 其中間的課程 是 《The Story of Peat》 所以 很多人 在台灣 和周圍 都愛 喜歡 汽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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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課程 幫助 這個課程 幫助 我們 可以看到 什麼 汽士忌 從 汽士忌 為什麼 味道 為什麼 味道 汽士忌 汽士忌 我們 做這個 測試 測試 通過 電腦 通過 這類型的 這類型的 是一種我最愛的 我相信 因為我喜歡 汽士忌 汽士忌 這類型的課程 第四個 Eddie 帶入的課程 就是 很適合 威士忌的 品隱愛好者來上 因為他會介紹一些 尼美裡面的一些知識 Eddie本身也是 尼美的愛好者 我們在前四個課程 在英文和日本的課程上 現在是日本人唯一 但我認為這可能會改變 這就是 威士忌 和 啤酒 主要是 最主要是 外面的專家 專家的 店員 因為他們最愛做的 我不會告訴他們 他們 做啤酒 這不是我 第五個課程 Eddie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他是請 東京很有名的 啤酒 來這邊 然後做一個 調酒的 DIY的課程 其實聽起來就很有趣啊 像我們很多女孩子啊 喜歡喝 煤酒的 其實聽到這種DIY的課程 一定都非常有興趣 謝謝Eddie今天幫我們的介紹 相信各位在上一集 看到我們小豬酒廠這個風景 還有酒廠裡面有非常 現代化的設備 你是不是有看到遊客中心呢 遊客中心是不是 非常的有品味 而且非常的令人 嚮往 這樣的一個品味中心 到底是出自誰之手呢 就是在我的左手邊 我的遊戲上 非常非常的有品味 讓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個現代瓦爾酒廠 原來也可以這樣設計 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所以我請我們的遊客廠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要發展這製造的 這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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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 而且我們也想要 去參與 威士忍的 我們也想要 去參與 日本的美麗 也想要 展現 這製造的 這製造的 是我們 我們也想要 製造的 美麗 美麗 的 品牌 也想要 提供 非常獨立 和特別的 環境 這製造的 因為剛剛我們在 這個遊客中心 有看到 有這個 調酒 還有美食 所以其實 消費者來到這個 遊客中心 他除了能夠感受到 這麼美好的氛圍以外 還可以享受到 調酒 還有享受到美食 這樣的概念 也是來自於 有些賞的想法嗎 這製造的 這製造的 只是我 這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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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的 所以我們 我們在聲明說 麗類似的 這製造的 每个小的食材和每个食材 这些设计都在背后 所以我希望很多台湾客人来来 来享受这个很尤其的体验 我刚才说过的旅餐 但旅餐的旅餐并不是很純粹的旅餐 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设计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很简单的 我们每个材料都带着每个材料都带着 这些东西是很连接的 和YangChan's craftsmanship 所以每个材料都很关系 我们的威士饭和我们的生活风格 所以我希望很多台湾客人来享受 我们可以享受这种感受的感受 而且感受到我们的严重 严重严重 严重的威士忌 而且我们也喜欢提供 人们的很特别的生活风格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游戏业商 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我们台湾的观众能够 来到小猪球场可以享受这样的氛围 然后呢 记得要干嘛 记得要带钱来 哈哈哈 对我们李奥社长频道下礼拜见 拜拜